大家好,我是景臣 在苏州光府太湖边上有一座小山 为太湖的七十二峰之一 它像一条五角之龙盘旋路湖 得名盘池山 在盘池山濒临太湖之处 有一地四壁炉香 人称石壁窝 石壁窝内有一鼓叉 名永会禅寺 又名石壁金色 然后寺内呢是宝贝众多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对象 就是寺中一宝 一棵八百多年的古石南树 苏州光府地名取自于佛光普照 广众福田之意 苏州光府濒临太湖 古迹众多 风景秀丽 前方的这座小山 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访的盘池山 在山顶有一黄颜色的建筑 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石壁禅寺 清晨初冬的太湖边上 已经没有了凉爽之感 没有了秋高气爽的感觉 有的只是阵阵的寒意 我们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盘池山的山脚下 迎面而来的是一块花岗岩 上书几个大字 石壁永会禅寺 这是当代的雕塑家 钱少武先生的亲笔提携 走在了通往石壁禅寺的登山小道上面 走在这样的小道上面 感觉盘池山是古墓参天 茂林修竹 想到了一句诗啊 叫做《残造灵欲境,鸟名山更幽》 继续走在盘池山的山间小道 在我的右侧是寺庙中 历代高僧的塔林 其中现在镜头当中呈现的呢 是传奇的化身 虚骨上人的墓 虚骨上人百年以后 就长眠在这幽静之地啊 面向太湖 盘池山半山腰中的一座亭子 亭中迎脸的内容耐人寻味 上连叫做《观虎亭里,观自在》 下连呢 叫做《闻佛地中,闻玄英》 石壁永会禅寺 始建于明家境年间 到了明龙庆三年 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上人 来到此地 见此地湖山秀丽 水天相连 认为此地是佛家清修之地 于是在此 睫毛筑山 附建寺庙 石壁寺面向三万六千寝 烟波浩渺之太湖 背靠盘池山 身藏密林之中 诗乃是一参禅悟道好地方 然后清代有诗人 写诗来形容石壁寺 叫做三面青山 三面水 寺庙就在这密林之中 我们继续前行 说话间 我们已经来到了 石壁寺的山门 在黄墙之内 就是寺中的一宝 两株 大约五百多年的银杏 一瓷一凶 据说为憨山上人 当年亲手所知 但是现在已经是初冬了 已经是冬天了 满树金黄的银杏叶 已经是无边落幕 潇潇下 两层美景 不再有 我们现在就进入山门 山门已经是近些年所新建 我记得老的山门一侧 有辛亥革命元老李更元 所提写的石壁窝三字 走进了山门之内 确实非常的震撼 地上全部铺满了金黄色的银杏落叶 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是两棵五百多年的银杏树上 银杏叶片呢 已经所剩无几了 真的是无边落幕 肖潇潇下 我们现在往大雄宝殿的北边走去 去寻找那一棵八百多年的古石南树 在镜头的右侧 是众多的摩雅石刻 都是历代的文人木刻 游玩石壁寺留下来的墨宝 最后在寺院的最北边 我们再来拐最后一个弯 然后宝贝就出现了 这边有一处摩雅石刻 上面写着四个字 叫做苍龙卧壁 形容的就是这棵八百多年的古石南 八百多年的古石南树 扎根于石壁的盐缝之中 其根部一半呢 裸露在盐缝之外 一半呢 扎根在盐缝之中 树身紧贴着陡峭的石壁 是苍龙卧服 又是巨蟒盘旋 树身沿着陡峭的石壁 蜿蜒曲折向上 然后一直到达崖顶 再展开了一片苍翠 这才是树冠 树冠四季长青 充满生机 这样子一棵八百多年的古石南树 不得不让人连连撑旗啊 几百年来 古石驴回驴见 沧海桑田 白云苍狗 为古树窥然不动 一步一个脚印 沿着峭壁 向上攀爬 似看尽人间苍凉 人生之无常 元起元灭 元中境 花开花落 花归尘 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 生命的真谛 刹那芳华 转瞬即逝 我们唯有珍惜每天 活在当下 这棵石南树 又如苍龙卧眠 也称碎龙树 石南树木质坚硬 生长缓慢 在苏州地区 拥有如此高树林的石南树 实属罕见 在苏州地区 应该是独一无二 石壁寺的牟牙时刻 玄取己副来看一下 李庚元书写的 憨山圣记 这也是李庚元所书写的 盘吃二字 虚云法师 120岁的时候 所书写的 应无所住 这是南淮景先生写的 济心济佛 我们又回到了寺庙山门的 两株银杏这里 满地都是金黄色的落叶 非常的震撼 银杏树的叶片 呈扇形 洁净素雅 能够衬托寺庙的庄重 与威严 佛法的愿力与高深 与寺庙主体的颜色 黄色可以融为一体 今天在苏州太湖光复边 这样子一个安静 宁静的一个寺庙里面 度过了半天 感觉非常的不错 我们就以这地上 金黄色的落叶 作为结尾吧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